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组织当中会发挥什么影响力呢 是对整个这个合作组织经济影响力大呢 还是安全影响力大呢 今天就这个问题 我们请来了刘晓飞先生 请他对上海合作组织这次会有什么特点呢 进行一个分析 我觉得在当前的背景下 可能很多国家在参加上合组织这个峰会的时候 心态是已经有了很大的一种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分歧了 因为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中亚五国跟俄罗斯关系已经很不好了 出现了很多这种别扭 当然俄罗斯做了一些太常的退步 就是给了中亚各国家一点面子 因为他不想在多个方向同时树敌 而这个时候呢 就等于说在中亚这五国 出现了一个大国权力的相对阵控 比如说我们现在美国还没有对这个地方 进行有效的一个控制 俄罗斯跟这地方相对疏远 那么中国在这个地方 如果发挥一个更大的作用 对这些国家有更大的影响力 就是各国要盘算的问题了 对于俄罗斯来讲 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 对中亚五国进行有效的一个把控的话 那么他现在觉得 如果中国来实行了更大的一个影响力 总比美国占据这地方要好很多 所以俄罗斯会有一个权衡问题 是不是愿意自己亲自控制 还是由中国帮助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至少不要让美国钻控 这是一个重要的利益问题 那么这五国来讲 也是感觉到 我现在需要一个大牢 背靠一下 因为我需要经济的发展 所以他们也知道 如果我现在跟中国摆好 一个很好的位置关系的话 起码不会承受特别大的压力 如果我现在跟美国关系特别好的话 第一 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不可能给我一个非常有效的支援 第二 俄罗斯给我压力会变得更大 所以从力量平衡来讲 中国跟哈萨克斯坦 跟乌克斯坦靠近 对于各方来讲 是有一个很好的稳定作用 这是一个平衡性的东西 中国在上海组织里面的 最重要的作用 是与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关系 而这些国家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 赶快发展经济 只要发展经济 你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才能够提高 才能够不被其他国家移植弃实 所以中国其实在目前是最受到欢迎的 那么再看俄罗斯方面 俄罗斯这次跟中国在上河组上 肯定会有更加深入的那种互动 从大方向来讲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都受到了美国压力 但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我们也观察到细节能够发现 在上河组织未来发展方向上 中国观念并不完全相同 中国是认为通过上河组织 更多的我们的目标 是要缓解我们发展中 面对的这种压力 但是俄罗斯现在 就是在经过乌克兰这一轮交火之后 他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说我在欧洲方向发展 发展不过去了 就开始说这个 就是最近要向东转 向亚洲转 这是普京大方向 所以人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 在这次上河组织上面 他要把乌克兰问题和台湾问题 都拿出来 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分歧 因为我们一贯是反对 拿乌克兰问题跟台湾问题进行对比的 性质不同 而且结果注定也不一样 这种对比的话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应该是一个不好接的招 如果它硬性这么去牵扯对比的话 就等于是我们可能要放弃 过去一些外交立场 比如说我们支持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以后还怎么接 所以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要慎重对待的 所以我看到我们外交部也好 中央也好 没有对这个话题进行直接的应对 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 就是这两个事一码归一码 千万不要往一块插 这是一点 另外 俄罗斯现在是想把印度也拉入上河组织 并且要说一个上河组织是一个人类 一个新的 不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 甚至有点反西方色彩的这么一个组织 但是这一点我们也要注意 就是话说的可能很好听 但是要注意一点 因为我们上河组织的一个初衷是什么 是尽可能的团结更多人 而不是去扩大矛盾 这里要担心一点 就是不能说把上河组织 变成一个军事集团 变成一个跟北约对抗集团 它不是一个经济集团 而是一个主要与经济合作 是的 但是这次印度很有信心 印度认为在世界上各大国当中 中国现在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在西方 而俄罗斯现在面临着欧无冲突到底 而印度恰恰在上河组织当中 能够起到它的独特的重要 因为它是西方有接受 中国也可以接受 俄罗斯也离不开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所以他们认为 他会在上河组织当中 发挥一个重要的重视 所以可能印额希望的是什么呢 就是进入上河组织之后 把上河组织变成一个 以印额为轴心的 以他们中心的一个新的组织 把中国的力量逐渐就是削弱和排斥 其实不管你想发生什么作用 关键你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有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这个是需要你的实际能力来展示的 而不是准说的 好 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放网面里面 下期我们再见